19岁的布田科已出版代替武器 帮助乌克兰在全球发声 今年台北国际书展 特别邀请乌克兰参展 布田科代表乌克兰出版集团出席座谈活动 布田科指出 战争发生前 进口俄国书籍约有35% 战争发生后 俄国书籍比例降到5% 乌克兰书籍提升到90% 他表示乌克兰人的民族意识反映到出版业 台北出版因为有乌克兰参加 更能够彰显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 那么而且也展现我们支持为自由而奋斗的人民 文化部长李永德全程在台下聆听 李永德表示台北书展这次很大的特色就是非常国际化 有30多个国家参与 其中包括香港书商 周六正逢六四天安门事件33周年 香港书商特别在6点4分6点40分举办活动 纪念这历史时刻 大概参加过四次 这也是书展有史以来第一次在6月4号前后时段举办书展 所以这是一个有历史性意义的时间点 你全世界很多地方不能出版的书啊 你都可以到台湾来出版 而且都推个到台湾来发行 所以台湾我相信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自由的环境 那么我想在短期的未来 我们一定可以成为全世界华文自由出版的一个地方 台北国际书展迈入第三世界 共有156家国内出版单位 159家国际出版单位参展 台湾是全球第四个举办国际书展的国家 展现民主自由多元特点 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新唐亚太电视林家维 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